Hello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卡路里兄弟 今天我们来试驾新款的别克微蓝6 通过刚才那一段快捡 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台车新款好像也没改什么东西 确实这台车在外观方面的变化不大 主要几个点 一个是前杠做出了一定的造型调整 现在会显得更加运动了一点点 在侧面这台车的轮圈 现在是更换成了这种低风阻的骑士 车尾的后杠现在是取消了 之前那些比较复杂的弧线的那种线条 现在看起来会更加的简洁一点 这也就是车外的一个变化 而车内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变化 这台新款的微蓝6主要的变化 集中在了三电方面 首先它的电池容量 现在增加到了61.1千瓦时 由此就带来了一个很可观的续航里程的增加 这台车在之前 它的NEDC续航里程是400公里出头 现在在最新的CLTC的续航里程标准下 它的最大续航里程是518公里 要知道CLTC相比NEDC是更接近实际的真实续航的 所以这个续航里程的提升还是相当可观的 另外这台车它的电机现在也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原来那台电机的最大功率是150马力 现在是增加到了177马力 但是让我稍微有点不解的是 这台新的电机在峰值扭矩方面会比原来还要低 而且低了不少 现在峰值扭矩只有265牛米 我没有太想明白这件事情 不过这台电机的动力输出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官方公布它的0到50公里每小时 对你没有听错 50公里每小时 0到50的加速是3.1秒 对于在城市当中的日常行驶来说 这个加速还是挺棒的 当然相比于加速成绩 我一直强调电动车的动力输出的质感 它的那种给人的体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绝大多数的电动车 它不去做过多的调校 所以就会给车上的乘客带来比较强的那种 却晕的感觉 我私的一个摄影师同事的 前两天坐电动车就晕车吐了 这种感觉非常不好 这台蔚蓝6它的电机的动力输出 做的还是相当的舒缓的 只要你不是那种开关脚乱踩 这个加速踏板 它都能给车上乘客带来一个很平顺 很舒缓 不会给你带来眩晕感的那种加速的感受 因为我跟我那位摄影师同事一样 都是不太能受得了电车的那种 比较突兀的加速感受 我觉得就算加速再快给人带来的感觉 也只有赏兔的感觉 所以在这方面 别克毕竟还是大厂 在车的这种动态的方面 或者说是给人的带来的体感舒适度 这方面调教的功底还是带的 另外我想说一下 这台车的一个能量回收的感受 它有轻中强三个能量回收的模式 可以来调 我最一开始上车的时候 是很习惯的就调到了最轻的模式 因为我不太习惯电动车的那种驾驶转车 但是在轻模式下 我觉得这个车向前滑行的趋势有点过了 它可能会比普通的燃油车向前滑行的趋势还要过 所以我就长时间的把这台车的能量回收模式放在了中这档 在这档当我松开加速踏板的时候 这个行驶的感受还是很像燃油车的 当然如果你调到墙的模式 车也不会有特别强烈的拖跃感 给人带来那种很不好的眩晕的感觉 这台车也并没有 综合来看 这台别克的威蓝6在改款之后 补偿了它原来最大的短板续航里程 我觉得这对于无论是想要购买这辆车的家庭用户 还是网约车的使用者来说 都是一个利好消息 好吧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卡路里兄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